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医学与保健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我们医学与保健 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第五讲 遗传与生长发育 那同学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我们上一次也在讲生长发育 为什么呢 因为三次的内容有一段 我们觉得说应该要再补充过来 所以我们在今天在开始之前 稍微再把上一次的重点再归纳一下 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 Ederson 就是艾瑞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论 那这个理论 在今天很多学术界的不同的领域都会提到 比方说幼儿保育 医护方面的都会讲到这个 甚至社工方面的都会学到这个理论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跟人的成长有关 它的第一个阶段就是 出生到一岁是说发展的好就会信任 发展不好就不信任 在这个阶段最明显的就是父母带孩子的方式 比方新生儿刚生出来 常常小孩哭 对不对 父母这个刚刚为人 父母总是很兴奋又很焦虑 哭为什么哭啊 是不是饿了是不是尿失了 就在帮忙处理 那孩子借着这个接触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 他就会信任周遭的 等到他长大之后 这样子成长过程的孩子很容易相信别人 但是有的人就是父母要为了生计 没有时间去管孩子 哭啊 就在摇篮里哭吧 哭到最后就是哭得睡着了 然后父母或帮忙照顾的人 他有空了来给他 你该吃牛奶了喂喂他 那像这样子长大就不容易信任人 所以我们常常在像老师在学 就是知道有的孩子特别容易相信别人 我们常常说哇你实在太好骗了 对不对 那有的人就是你讲什么 真的吗 就是怀疑你 这是在我们讲理论在这个阶段 那第二个阶段是一到三岁 就是他发展的是自主或者说是羞耻与怀疑 那因为一到三岁这个阶段是大小便训练的阶段 那在这个时期呢 我们父母有的时候觉得 哇这床单里又弄湿了 我才刚洗过 这天气没雨天啊 这气死了 所以说呢也许把小孩揍一顿 那这时候小孩就会害怕 所以他把大小便认为是一个罪恶 他不敢 所以很多他会去憋尿啊 什么就是不上厕所 那一直就是他也不敢睡觉 等到早上 所以大小便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验 那这样子就会他造成他没有自主性 他很容易就会觉得做错事 然后觉得很有羞耻感 那人家别人平常我们做错一点事有什么关系 谁没犯错 但这种孩子就是一点点事他都觉得很严重 所以我们常说这种人他是负向思考 往往是在这个阶段 就父母对他大小便训练过延所造成的 那第三个阶段是 三到六岁 就是进取vs罪恶 这怎么讲呢 就是三到六岁 大家知道学龄前期 有的小孩他会去涂鸦一些东西 那父母 有的父母看来很好 可是有的小孩他就涂在墙壁上 父母说完了 对不对 我说还要花钱去重新粉刷 也许把小孩子打了一顿等等 所以说如果说父母是鼓励的 那这样孩子他会进取 他会觉得他要求更进步 因为父母夸我了 那如果是被揍了一顿 他就会有罪恶感 他就任何事情他没有自主性 他很容易觉得这些都是延续刚刚上一期的 他都觉得这都是一些负向的事情 所以他任何事他都闷不吭声 因为他觉得讲出来可能就错了 做了也可能做错了 好 再来第四期是六到十二岁 就是勤奋 versus自卑 这一个阶段就是小孩 我们说一个小学阶段 常常在学习各种什么学情 学什么数据等等 学很多东西就在这个阶段 所以这个阶段如果说 他是愿意去学 父母只是鼓励 那他这样发展会很好 但是如果说他根本不愿意 像有的父母叫小孩学钢琴 学小提醒 小孩认为说非常痛苦的经验 那他这样子就会觉得很自卑 因为他觉得父母要求他 他做不到 那他会觉得很自卑 因为父母常常说你看人家隔壁 小孩学得多好 都几段了 你到现在还这么差 他会自卑 那第五个阶段就是12到20岁 这是认同vs角色混淆 那这时候就是同侪互动 所以这个阶段如果自我发展的 好的未来就不会出现角色混淆 再来第六个就是20到40岁 这是亲密感vs孤立 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说已经开始到社会了 到社会之后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情绪 所以有的人他是很跟大家很容易相处 但是有的人他就觉得他很孤单 他常常就是回去 所以我们现在说宅男宅女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这个阶段 他不跟人家互动 好 再来就是第六第七个阶段 40到65岁是生产对停滞 那这个阶段是属于中年 然后开始要到退休的年龄 所以说如果他能够用自己 因为现在人身体这阶段都还算硬了 他可以协助别人 如果他能够协助别人 他会觉得自己是有用的 他有生产能力的 他这生活的是很充实 否则的话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 在那边等的时间最后的到来 那最后一个阶段就65岁以上 也就老年阶段 他是统合对绝望 就是说如果他这整个前面发展历程都很顺利 都是积极正向的 他到人生最后阶段 他对自己的生命 他是满意的 他不会觉得遗憾 所以有的人在临走前 他是很平和的过去 但是有的人呢 他是觉得非常难过 他有太多事情想做未做 或者该交代未交代 好 这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提到的 生长发育老师补充的 我们看一下今天有关遗传方面的主要内容 我们一样包含了前沿 单元目标 基因与染色体 基因与疾病 遗传咨询 以及产前遗传诊断 好 我们在前沿的部分 因为基因技术的进步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基因的疾病 就会因为这基因研究的进步 所以人类生命科学研究得到突破 下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单元目标 好 第一个是希望能够认识基因跟染色体 其次呢 认识基因跟疾病 我们包含单基因疾病跟多基因的疾病 第三个是认识遗传咨询 最后呢 希望能够了解产前的遗传诊断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基因跟染色体 我想这几个 这两个名词 大家都是相当熟悉的 所以我们就把重点跟大家谈一下 第一个 人体 人类的基因组成 事实上代表着什么 人体内遗传物质 也就是DNA的总称 但是呢 其中最大单位就是染色体 所以讲到染色体 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各种的染色体 人类的染色体有精子跟卵子 各有23条 所以等于是23对染色体 其中22对是体染色体 一对是性染色体 那在女性是X染色体 男性就是Y染色体 好 那染色体呢 它是遗传因子的单元 由DNA所构成 每一个染色体 它有数千段的基因 而且呢 它的结构功能都不相同 所以人会有不同 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 基因与疾病 那基因与疾病 我们通常分成 刚刚提过了 单基因的疾病 以及多基因的疾病 首先我们介绍 单基因的疾病 像又分成体染色体 险性遗传 像家族性的高胆固存症 亨迪顿氏症 这是一种舞蹈症 以及morphin症后群 还有诸如症 这都是属于体染色体的 险性遗传 那险性遗传 它有个特征 它通常男女发生的几率 是相同的 这是最基本的 那再来是体染色体 隐性遗传 比方说本酮尿症 同光氨酸尿症 黑尿病 白化症 先天性 肾上性 增生等等 这是隐性遗传 这边大概谈到了白化症 白化症其实同学一定看过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路上一个人 他身体里面就是脸部 非常的白 有的时候他也是全身都很白 但是有的时候他穿衣服 我们也看不见 你就可以看到脸非常的白 就像没有颜色一样 就是白色 那像这种我们叫做白化症 那还有很多就是尿液疾病 这都是属于一种染色体 基因突变的疾病 那像这种隐性遗传 它就需要有两对的基因 同时出现状况 它才会产生的 这叫隐性遗传的 好 那再来第三个 性染色体 显性遗传 像vitamin D 阻碍的性的 居楼症 那就这种是因为 vitamin D 没办法合成 我们正常人 晒了太阳之后 就vitamin D 有助于我们钙质的吸收 合成 但是呢 像这种 它就没有办法 好 再来看 性染色体 隐性遗传 像A型的血友病 那像这种血友病 就是属于性年遗传 那我们性年遗传的疾病 血友病 大家都很清楚 像血友病患者 我们知道 它什么 血小板 它灵血功能会有问题 所以它常常需要输血 也因为这样 它罹患 A型的机会是大的 所以我们常常提到 A型的时候 会提到血友病 就这个原因 然后再来是介绍 多基因的疾病 多基因的疾病 第一个像神经管的缺损 或者先天性聚肠 吐唇或额裂 以及先天性的心脏病 先天性的幽门狭窄 精神病 家族性的肿瘤 这都属于多基因的疾病 老师举几个例子来说 比方说像家族性的 遗传的肿瘤 这种就是比方说 最常见的就是乳癌 大概只要家族中的女性 有得过乳癌 那家里其他的这个女性 得到乳癌的几率 有50%以上 甚至到75% 所以几乎是只要到 我们一发现女性有乳癌 我们通常会要求的 她的 比如说她是母亲 通常会要求她的孩子 或她的轴离这边来同时做检查 希望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这乳癌是最典型的 那还有就是肠癌也是 那可能是跟饮食的习惯有关 大家在一起嘛 所以可能饮食习惯是相关的 那还有一个先天性的心脏病 这就属于多精英疾病 先天心脏病 大家不要认为 这小孩都长不大 很多人他也是长得很大 那他那种叫做心室中隔缺损 所以他会出现 有时候会呼吸比较喘 然后他会出现 那个血中的氧气浓度 比较低等等 那甚至他的心脏 他的功能 就是没有很好 所以他可能要装上 就是心脏节律器 帮忙调整心脏跳动的速率跟频率 这样 好 那刚刚介绍的是基因跟疾病 老师下面花一点点时间 介绍基因跟食品 有没有基因食品 大家都听到听到过 就是借着基因改造的过程 就我们现在说生物科技 然后将植物做基因的转植 换句话说 有些植物很容易被病虫害侵犯 那这时候做基因食品 他就不容易 最常听到的预防虫害 像玉米 棉花 马铃薯 这都是给要预防虫害的 我们就是做基因转植 那再来还有对抗杀虫剂 比方像大豆 玉米都会 那还有其他就是说 我们希望它成熟变慢 大家一定听过 比方说从产地 番茄 我们知道番茄很容易就是红掉 然后很容易烂 那这时候可以借着这个基因的技术 将它成熟减慢 所以最常见到是番茄的 好 下面跟同学介绍的是 遗传咨询 遗传咨询的部分 老师就是比较觉得要注意的七大项 第一个是年满三十四逐岁的高龄孕妇 三十四逐岁 第二个是曾经生育唐氏症 或是其他染色体异常的孩子 这就是唐氏症 就是事实上就是蒙古症 大家知道蒙古症的这你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到 它的智能是低的 它的反应是跟正常人反应不一样的 所以大概只要说有自己曾经生过 那大概我们都会要求做遗传咨询 甚至做羊膜穿刺素 早期了解是不是有基因的改变 然后第三个 本胎次有生育先天缺陷的可能 如异常的母体血清检查指 这样这边就是说 如果母亲检查出来血液里面 发现有问题 最常见是什么 VDRL 梅毒血清反应 如果是positive的话 我们这时候一定会让它终止认诚 因为如果这样它是 那个梅毒血清反应是阳性的话 显示它会带给胎儿 胎儿可能会出现很严重 这个就会胎儿可能甚至就出生之后 很快就会死胎 然后神经的损伤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遗传的疾病 好 再来就是近亲结婚 近亲结婚通常都会造成 它通常在整个的能力上会比较差 比方它的智力 它的分泄能力都会比较差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看起来有点傻傻的 常常是近亲结婚的结果 本人配偶或家族中有染色体转位 或其他染色体异常的代音者 就是只要有曾经有基因 有问题的 我们这时候都要做遗传咨询 很多父母就会说 我一定要把孩子生下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 我们都相信 但是不要忘了 这个孩子可能带来不止你 你所有的亲人 你的家庭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为什么 除了经费 你要忍受别人对你另眼相看 或者别人对你的孩子那种的眼神 都会深深地伤害到自己 所以老师比较建议 只要做遗传咨询发现 绝对不要生下来 好 第六个 家族有遗传性单基因的疾病 像地中海的贫血血有病等等 那像这种地中海型贫血 在最近也是发现是比较多 那真正的原因还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最好及早发现 免得到时候就是 常常就是出现严重恶性贫血 输血 而且这时候除了一般的输血之外 输铁 牙铁等等 对于这个人来说 整个是很大的伤害 好 最后是多次自然流产 如果说它常常 很多次大概四次以上 都是自然流产 没有其他原因 那这样可能也是有一些遗传的问题 好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我们下面来看的是产前遗传诊断 那在这个部分产前当然是怀孕嘛 要生孩子之前 那总共大概分为五项 是值得要特别注意的 那第一项就是母体血液检查 这血液是常规的检查 所谓常规的检查 比方说白血球 红血球 血小板 血色素 白血球的分类 这些常规检查 那还有就是老师刚刚说的 像VDRL 梅毒 血清反应 还有灵病的检查等等 血液灵病的检查等等 那像这些都属于一般固定要做的 第二个就是超阴波 超阴波可以知道孩子的大小 是不是生长发育停滞了 比方说有的他起先都很正常 前三个月都很正常 慢慢小孩肚子没有增大 然后超阴波一做 发现没有胎心音了 心脏没有跳动 就已经在肚子里就死胎了 这时候可能就要做人工流产 让他自己流出来 你不做人工流产 他也是自己最后 因为收缩非常痛而流产 把他流出来 可是这时候对孩子 对母亲的伤害会大 好 羊膜穿刺 羊膜穿刺 我相信刚刚同学 一定记得老师说过 如果说曾经有生过 畸形的或者蒙古症的 唐氏症这些的 最好都要做羊膜穿刺 但是我们今天这社会是有点奇怪 我们做羊膜穿刺 大家知道是为什么 我相信有同学知道 是为了知道性别 那不知道知道性别 会有影响吗 你知道了 如果跟自己不合 你难道不要这个孩子吗 所以很多人就是等不及 非要先知道不可 有的时候比方他是多胎认成 因为我们做人工受孕 有的时候就会一生 五六胎都有可能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 不要让他一次生这么多 我们会让他死胎在里面 有几胎 这时候也许做羊膜穿刺 比较容易做协助了解 然后再来绒毛膜取样检查 这是常常是有一些恶性的肿瘤 我们经由这个检查 可以早期发现 避免说孩子生下来就是罹患 恶性的肿瘤 然后再来 齐血取样穿刺 就是齐带血 我们要从齐带血中 拿一些样本出来 做一些检查 那这些检查都是有助于 我们了解 这个孩子在体内健康的状况 氧气的浓度的大小 因为有时候 氧气浓度如果不足 这我们是 通常原因是齐绕颈 就是齐带会绕那个脖子 我们常常就说 在超音波里就会看到 齐带绕 绕几圈 那这样就会造成小孩子窒息 因为绕颈 他没办法呼吸了 所以我们常常说 绕颈一圈两圈等等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改变胎位 将他的齐带等于弄松 这样 所以这是今天在这边 跟同学谈的 遗传与生长发育 好 我们现在看 宝剑部落格 保健部落格 道听不图说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马丽萍老师 很高兴的 我们又再一次见面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黄武老师 我们又在空中 再次见面了 马老师 我们今天要讨论到的主题 可能是台湾很多的男性 不愿意听到的主题 要不要跟同学介绍一下 是的 我们今天要跟同学们 分享的这个主题 就是高固酮偏低 台湾的男人 是不是越来越娘了 马老师 你对这个主题 你要不要跟同学多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主题 我想可能会让很多的同学 觉得很害怕 也很新鲜 是的 因为在台湾的环境 荷尔蒙浓度偏高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素 让台湾的男人变娘了 这个主题越来越发烧 其实医生们就发现 越来越多在台湾 大概三四十几岁的男性朋友们 年纪轻轻的就出现了一些 比较容易疲劳 没有性质 勃起障碍等等 男性跟年期的一些症状 那经过检查之后 发现这些人 其实他的高固酮 明显的比较偏低 那由于台湾的环境荷尔蒙 它的浓度比较高 所以男性是否因为这样子 出现了一些雌性化的现象 那有一些医生就建议说 要把这样子的暴露风险 要纳入在影响 这个男性雄风的评估因子当中 是的 马老师 我们常常讲到 所谓的男性荷尔蒙 女性荷尔蒙 你刚刚提到的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环境荷尔蒙 要不要就这个环境荷尔蒙 跟同学再多解释一下 好的 那么环境荷尔蒙 它泛指就是来自于环境内的 一个内分泌的干扰物质 一些人工的合成化学物质 它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后 透过一个食物链 再回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那它可以模拟我们体内的一个天然荷尔蒙的状况 所以它会去干扰我们身体里面荷尔蒙的作用 进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里面最基本的一个生理调节机能 那另外就是这个环境荷尔蒙 它会污染 就是经由这个母乳传染给下一代 因此这个环境荷尔蒙 也会造成这个生物体的一些生殖机能 还有发育的一些影响 是的 马老师 我这边举一个案例 有一位就是40多岁 担任公子的一个朋友 他因为心悸 呼吸不顺 而且他体力下降了 那性欲全失 他看了很多的医生 也做了各项的检查 其实都找不到病因 他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恐慌症 那经过抽血检查之后 才发现一切的问题都是来自于 他的男性荷尔蒙所谓的搞不同不足所影响的 是 那刚刚这个黄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都知道 生活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都是让男性雄风不振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目前一届他们更担心的是 最近的塑化剂的风暴 那恐怕这样子的风暴 会危及到年轻一代男性的雄风 因为台湾的居家环境 荷尔蒙这个塑化剂的浓度是高居世界的第一位 那这种环境荷尔蒙它会造成男性的雌性化 是的 我想长哥医院读物科主任林结养医师 他也提到 长期的摄取塑化剂会影响到生殖系统 影响到睾丸的发育导致不孕 所以这次的塑化剂风暴 其实很多的父母亲非常担心他们的孩子会受到影响 是的 那其实在辅仁大学的副校长江汉森他也认为 他说环境荷尔蒙对于男性雌性化的一些影响 其实需要考虑到一些因素 那比如说要考虑到的因素有环境的因素 还有就是接触时间的长短 还有就是他的浓度有多少 那其实呢 这些都可以经由抽血检查检查出来 我们可以抽这个总高固酮的这个量 还有就是游离高固酮等等这些数值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些数值是不是已经有不足的情况了 对啊 像新光医院的密尿外科主任黄医生医师也表示 那40岁以上的男人 大部分有19到25% 其实有高固酮的低下的一个问题 那跟其他的国家相比来讲 其实算是中等 也不算是太低啦 对 那老师这边呢 有一篇就是全球首篇 有关于这个DHP对精子功能影响的一个研究 那在今年的4月份呢 他有刊登在知名的一个期刊上面 那么在研究的团队里面呢 这些教授们他就发现了 就是说不但喝含有这个塑化剂的饮料 会有一些问题 就连长期暴露在DHP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呢 精子活动力呢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是啊 所以台湾是塑胶用量非常大的一个国家 那所以一般的塑胶工厂 空气中的DHP的含量 就达到了150微克以上 它不但影响到精子的活动力 也因重者会造成精宠休眠 也会危害到精子的DNA 因此专家学者就呼吁 在塑胶工厂工作时 最好要戴上口罩 手套 防护衣 阻绝 这些塑化剂的危害 也不要拿自己的什么健康开玩笑 保健部落格我们下次见 再见 好 我们谢谢两位老师 其实他们谈的话题 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有兴趣 那老师只是要提醒同学 其实任何一件事情 老师记得在上一讲最后也是 我们很多其实是 自己的心理会决定生理的情形 我们就叫做心因性 比方说媒体过分渲染一件事情 那就容易造成 我们会觉得那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万一怎么样我就是不行了 等等 大家会特别去重视 当你特别重视 你的心理就给自己压力 那如果刚好又是一些环境的因素 其他周围的因素去干扰你 你真的是就是出现了一些现象 那就会强化你对自己没有自信 所以说心因性 是其实心理是影响生理 那也希望大家建立自信 做对的事 做该做的事 好 我们到这边 各位同学再见